神棍充当神医这种事实有所闻 这些骗子用神做幌子 实则向信徒敛财 甚至兼无数百名信徒 巴西中部就有一名76岁自称是神医约翰的男子 日前遭受害者告发敛财和强奸 由于名气大 他不得已向警方自首 法院文件显示 嫌犯德法里亚靠所谓的行医 连聚了900万美元 自称灵疗导师的佐奥特谢拉德法里亚 在自首前提取了多年来 连财攒到的900万美元出来 如今这笔钱财成了警方的证据 76岁的德法里亚自称会通灵 打着神医约翰的幌子 在格亚斯省的阿巴迪安里亚开灵疗中心 40年来肆无忌惮地为人们治病 还成了当地的民医 上星期 10名女性在巴西电视节目中透露 德法里亚以需要特别治疗为借口 性侵求医的女病人 节目播出之后 更多女受害者报案 这才揭发 原来这么多年来 德法里亚强奸了数百名妇女 有的受害者甚至还未成年 有鉴于本身的名气大 无所遁形 德法里亚只能选择自首 警方的见证科人员随后在德法里亚的治疗中心搜证 在那里发现血迹 头发和精液 德法里亚是在上个星期天16号向警方自首 马新社新闻台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